台湾公共电视姐姐妹妹站起来 Those Who Care证明台湾文化的残暴与叙奴DNA本质 9月10,2022 公示播法国纪录片姐姐妹妹站起来 我原以为谈女权 播出后才发现法国多位女性的照幅员与清洁工薪资低于基本工资欠缺劳动人权 该篇纪录两位左右两级议员在参议院为其全力奋战的过程 而台湾人看到这片竟毫无愧疚 本片工适应后论坛 关于长照 我想说的是也没有半个人谈到台湾几十万人有相同处境 莫非台湾人DNA中就是欠缺对特定人基本人权的尊重 没错 我说的就是外籍看护与外籍帮用 图片说明 法国纪录片姐姐妹妹站起来 Those Who Care谈到居服员 清洁员在法国困境 但应后论坛无一人司及台湾外籍看护更惨绝人寰的遭遇 以下图片影自该影片 残暴的台湾文化经常要求外籍看护每日24小时 全年无休地对被照顾者进行长照 根据移民署与陈正芬教授研究 移民署机查发现外籍看护工被强迫每日工作24小时 陈正芬教授说仅一成无每周放假一次 司法起诉不能放假而离去的外籍看护遗弃罪 这与那些法国人相比 如果法国人还有两个众议员有良心提案 那台湾的立法委员就完全是孤险荣笔研制 番薯铅笔鱼翅 破尿糊笔鱼器 了 台湾自从引进外籍看护制度 几十年来几十万人次大规模对外籍看护进行奴役 这在全人类文明中是独特又变态到极点的存在 包括24小时录影监视外籍看护应该尽责 然后雇主可以在睡眠时间睡大绝 在被照顾着有三长两短后开始看录影找查 并且报警起诉外籍看护失职 仿佛雇主是什么孝子 外籍看护却是人型机器人不需要睡觉 必须不眠不休 这不是蓄奴 什么事 比美国黑奴制度更变态的是 台湾人运用现代科技强迫外籍看护24小时工作 根本无良到极点 于是 我们看到布鲁诺邦内尔 布鲁诺邦尼尔和佛朗索瓦鲁芬 Franais Ruffin两位议员跑遍法国 会面那些辛苦照顾小孩 病患于老人 却被社会大众所忽略女性们 亲身观察她们被疫情加深的不幸处境 接劳苦女性应该享有劳工权利 基本工资保障 我原以为在场的台湾人彭仁语 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员 洪生汉 立法委员 蔡碧如 立法委员 林依盈 伯拉罕共生照顾劳动合作社理事主席 吴希文 卫福部长赵司副司长 李韶芬 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助理教授 及所有在场群众 能有一个人良心发现 替几十年来每年几十万长兆外籍看护 家庭帮用说话 谈谈这批至少每年二十几万 上千万人次在台湾奉献青春 甚至生命的 他们为何没有劳保与基本工资保障 但我是忘了 这批人怎么能再看过这部法国纪录片后 看着法国人谈那些女性缺乏最低工资的保障 花长时间劳动 却完全想不到台湾有几十万人有类似处境 甚至台湾更是残暴地压迫外籍看护24小时工作 并且经过2022年台湾移民署认证过的调查呢 林肯在1858年参与共和党总统提名时 发表了著名的自相纷争之家演说 The House Divided Speech 其中的名言 我相信我们的政府不能永远忍受一半奴役一半自由的状况 I believe this government cannot endure permanently half slave and half free 是未来美国总统对奴隶制宣战的先生 在164年后的台湾 自称与美国共享民主价值的台湾人仍然恬不知耻地维持对外籍看护24小时强迫劳动的蓄奴制度 还用监视器 司法追溯没有在雇主睡觉期间持续劳动的看护 为何平平都是人 台湾人可以这样冠冕堂皇在政府出资媒体公共电视上大谈劳动人权 最低工资 然后无视几十万外籍看护没有相同待遇 显然台湾人可以永远忍受一半奴役一半自由的状况在台湾发生 只要被奴役的人不是台湾人自己 就像当年美国白人把黑奴当成财产不当人一样 但我相信蓄奴的美国国父华盛顿或其他奴隶主 也绝无可能压迫黑奴在大半夜也必须劳动 台湾的人权阶段 比164年前黑奴制度的美国还差得远 最后 我不解最喜欢谈政治正确的公共电视 为何把Those Who Care翻译成姐姐妹妹站起来 在场就有居服员表示也有男性居服员 就算法国从事长照或帮用的人绝大多数是女性 只要有少数男性 就不能认为布鲁诺邦内尔 Bruno Bonnell和弗朗索瓦鲁芬 Franais Ruffin两位议员争取权利的对象只限于女性 这还不如翻译成那些我们在乎的比较贴切 就像2011年非常卖座的逆转人生 法语 Intouchables 英语The Untouchables 讲的就是一个看护与一个有钱被照顾者的故事 这位看护无论是电影中的非议或现实中的白人都是男性 公示真的没必要连纪录片片名也要搞刻板印象 图片说明 逆转人生海报 影子Wiki Blackjack2022年9月10日 姐妹站起来 纪录片揭法劳动底层女性困境 记者林丽婷报道 发布